我是孔子77太村 世界典型协会 随时准备好 请把这些视频留下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只有一种病 它叫不自由和穷 我们现在全战了 我们还在为一个小感冒而折腾 为什么 我告诉你们最直接的原因 因为市政府错了 他们只能错下去 不然就 不然就 承认他们错了 承认他们错了就必须很负责 这个太跪不跪 哇 有没有勇气出去打几场篮球 把这个小感冒跑好 好 有对 每天打一个小时篮球 这个病到我身上 我保证起天是好 把篮球上开门 篮球长现在开没有 没有开 没有开门 在篮西有一个 两个公共 你们想不想看世界杯 在广场上 做了不怕 想不想他没心 什么输给阿萨克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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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没心得过新冠 谁让德国新冠 网球名将 德约克维基得了两次新冠 人家拿了四次大猛冠之后 人家得了新冠 连拿两次MVP 如果影响真的这么大 他们早就退了 NBA的MVP多难拿 你们可能不知道 但人家得了之后 拿了两次 我们的人虽然没有他们这么好 但我们绝对不去此 我们曾经有军客文 入选给我们的教堂 这个是孔子77世代孙吧 重庆的一个老哥 小哥 中年人 最后的结局 就是被警察来了 拖走了 他就是主张这个新冠 只不过是一场感冒而已 让大家不要怕 大胆的走出来 不过现在来看 全世界基本上也都解分了嘛 中国大陆解分也是 势在必行吧